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没有例子 有草堂亲禅师 他有解有形 禅宗一代大德 信徒中有一位真信的妇人 常常来供养这位草堂亲禅师 草堂亲禅师很感谢他 也常怀着报恩的心 这个时候竟然脱身为真妇之子 有智慧 有世间的智慧也有福报 少年度智做的宰相就是真鲁公 他是禅师在来 所以映竹对于真鲁公 对草堂亲禅师映竹很有意见的 他说一代禅师在来 结果当了宰相真鲁公 抄理浅妾之人是指什么 持戒经年内 大家都知道三生死的故事 言则禅师啊 三生死上言则禅师 他跟李元基斯是好朋友 言则禅师懂了音乐 李元基斯他的爸爸在洛阳被杀以后 李登被杀以后李元看破红尘 他不想当官 不想结婚 他吃素 他不想当官 也不想结婚 他一生吃素 把他们家的宅宴当成佛寺 来供养原者禅师 有一天两个人就商量 因为李元是功德主 他没想到四川峨美去超山 那么李元他主张走水路 因为他不想去经过那些见到朝廷的官联 那原者禅师想走汉路就想走陆路 为什么 因为他怕他未来的母亲 怕他见他未来的母亲 最后没有办法就依李基斯走水路 你看这个业力千零就是让你这么身不由己 走到一个小镇的时候 遇到一位怀孕的妇人在河边洗衣服 原者禅师一看到他就泪流不止说 他等我等很久了 他就是我未来的母亲 李基斯问他什么缘故 他说我至少也不愿意走水路 就是因为怕遇见到他 他已经怀孕三连了 他等我昏眠 今天恕不宜迟 请你来帮 你帮我催生 结果原者禅师后来就在那个地方园集了 李元帮他埋葬以后 原者禅师还跟他预告说 三天后请你到妇人家 我见你就一笑为正 他还有办法跟他微笑的 他们两个先A好 这个我在现代英国报应录里面 我有讲这个故事 我编的那个现代英国报应录 这三生死的故事 还有我讲明令国解一律 幸福预满的事 我很喜欢讲这个三生死的故事 那他们喊两个还A好 原者禅师跟他讲说 15年后 8月中秋 我们在杭州林颖寺再见一面 林颖寺我去参观过 很庄严的一个佛事 我们民间讲 寄宫禅师就在林颖寺 我到杭州西府 除了参观夜王庙 也到林颖寺去参访 这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他们两个A好 在林颖寺一见 后来都一一兑现 沿着禅师有神通 但是神通抵不过业力 他能知过去未来 但是逃不了脱胎轮回 这因为什么 因为习气未除 就是刚才讲的 堂有一分 堂分好习气未除 未免谁抢偏醉 所以原者禅师他有神通 他抵不过业力 他因为习气未除 世间做大官发大财的 过去世都是大修心人 习气未除 不肯往生西方 多年来苦修饭来的 一生的荣华富贵 落朵三世宴 这就应光大致做 就是把一颗摩尼宝珠换成棒棒糖 棒棒糖就是一生的荣华富贵 吃完就没了 摩尼宝珠就往生西方做佛 是不值得啊 是不值得啊 可叹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稍微再提一下 我很喜欢的 这个原者禅师这首记忆 原者禅师后来跟李延 约在苏联后的中秋夜 在杭州临隐室再见 当时呢 李延他也所这个约定 他八月十五号中秋夜 到杭州天竺室外 他讲天 我看的是天竺室了 但是这个老法师这边提的是 临隐室相会 那李延在室外先等候 到那一天晚上的夜光明亮 忽然听到水井传来的歌声 只看一个十五岁的牧童 骑在牛背上 手持竹棍 敲打牛角唱三歌 就唱这首歌 他说 三生时尚就惊魂 赏夜迎风莫要论 惭愧情人远相仿 此生虽亦性长存 这首诗听起来很伤感 我前世是炎走禅师 我现在已经变成牧童了 你还是李源 我们也好了 在这个天竺室的外面的 这个石头上见面 这个三生时尚 就是已经经过第二世了 可是我还是原来的灵魂 原来的神世 我的本性还在 是旧经魂 我们是三魂七魄 三生时尚旧经魂 我们随着这个阿赖夜 轮回生死 现在在赏夜迎风 看到这么好的中秋夜 不要再赏夜迎风了 赏夜迎风 不要再说这些的了 惭愧情人远相仿 你是我前世的恩人 前世的功德子 我们都没有解脱 是惭愧情人 因为我说情子未了 情子未断 所以叫做惭愧情人 惭愧情人远来相仿 我们来相见 此生虽亦信赏者 虽然我现在身体 变成牧童了 可是我的本性 还是一样 不生不昧 不争不减 不够不尽 这叫此生虽亦信长存 后来李延听到这首歌 就知道说 对面这个牧童就是远者禅师 他就说 赏公你好 他跟他说赏公你好 牧童就远远不跟他太靠近 李公你真有信用 这么远来辛苦你了 你看 他几乎没有隔音自明 前世的事情他还记得 我们倒是忘光光了 还什么隔音 没有隔音自明 我们早就忘记了 你前世在哪里 根本就不晓得 但是呢 这个牧童就跟李延讲说 你俗远未了 请你不要过来 你我前途不同 因为可能 沿着说 我不想再轮回了 这次我就要到极方去了 不能靠近 就不要动秦子了 为什么 因为怕动 又染秦子 所以沿着三师是想要了胜托事 那他最后要走的时候 有跟李延讲个计划 他说希望你精勤修行 不退路的话 我们还有相见的机会 在哪里 在菩提道上 在西方 所以见了面以后 还是各奔东西 个人爱 个人聊 然后牧童就带着 就带着这个竹羹 敲打牛头 唱三歌离开 离开的时候讲一句话 说了一首诗 生前身后事茫茫 异化阴言孔断肠 五夜三川寻已变 窃毁烟照上渠堂 为什么 他们两个本来 也要叫到四川峨眉山 要经过渠堂想 他就说 生前身后事茫茫 就是说 他已经死了嘛 前世是颜子茫茫 这次变成牧童 到现在还是身后事茫茫 还是无名未破 习气未断 叫生前身后事茫茫 一挖阴言孔断肠 想要再讲前世怎么样 我前世是一个禅师 讲来实在是很伤感 断肠就是非常的 伤悲 悲伤 异化阴言孔断肠 五夜三川寻已变 就是江苏浙江这一带 前世是在洛阳 游到四川去 现在见面的地方在杭州江南 那不就五夜三川寻已变 都走变了吗 窃毁言罩上祈堂 还是过去那条路曾经断过魂了 在那边死掉 脱掉那个路是要上祈堂 他说我在那个地方断气的 窃毁言罩上祈堂 你看他都还记得 你看他都还记得 感谢观看